到现在没办法一下房车感靠近 高铁在这里 残酷起火燃烧 农烟密布 还不停爆炸 炸出迅状云般的火球 火警超吓人 地点就在高铁铁轨下方 距离机场也不远 危险性大增 车子车子都往这边 我好大好恐怖 火势猛烈一发不可收拾 连团爆炸 由油桶盖炸飞一百五十公尺远 瞬间脚黑变形 而铁皮仓库烧容还烟烧五户 仓库外两台机车 以及堆叠的木栈板 也被烧个精光 都放一些油炸油汤 那里铁汤再加五十家轮 那里放开 放来到那里 事发在台中神钢 起火的仓库 囤放大量尿布 卫生纸 甚至还有丸类等化学品 不停爆炸 更添救援难度 直材加工 还有那个 吐放那个尿布 卫生纸的颜料 那我们是派遣的 这个部车 九十九名 现在我们也有使用泡沫 泡沫跟水 消防最后花了两个多小时 扑灭火势 惊人火舌 让物品爆炸喷飞 幸好没有波及到交通运输 也庆幸第一时间 所有人都疏散逃离现场 厂房只有财务损失 没有伤及性命 记者杨生韩志兴王世涵 台中采访报导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 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 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喔 重机在赛道上奔驰 一台台呼啸而过 场边民众看得是热血沸腾 谁也没想到会有意外发生 车头都弄了 工作人员用拖车 把事故的蓝色重机拖出场外 市价60万的重机 车头近乎全毁 而骑士被警机送以抢救 可是我发现蓝主人喜欢做秒数 他们喜欢做秒数 然后一坐下去就 这起意外发生在台中的一处赛车场 知名赛车公司举办了赛道体验活动 45岁的朱姓骑士 也骑着他的蓝色重机下场飙速 却在过弯时自重护栏 伤重不治 骑程重机过弯时 疑似失控而冲撞场边水泥污染 送医抢救不治 朱姓骑士不是新手谈热爱赛车 时常参加赛车活动 却在赛场上断送行命 我们在训练讲 每一个人强迫必须 从安全帽手套 皮衣道学全部都会有的 主办单位强调 朱姓骑士防水装备完整 下场前车辆人员都有协助检查 他们也有替骑士保险 事后将协助家属处理理赔事宜 在刘编站警察台中采访报道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式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29号中午11点 一辆自小客停红灯瞬间 一辆机车直接撞过来 让驾驶大傻眼 骑车富人因为撞击力大 瞬间倒地 驾驶吓得下车查看 富人皆是因为头晕 骑车失控 尿出意外 直接骑车转过来的时候 发现头晕晕的 然后又直接撞上那个轿车 同一天下午2点多 屏东市另外一个路口 发生死亡车祸 一名67岁老翁 骑机车从巷口窜出来 才刚起步 遭一辆执行机车 速度飞快 从后方追撞老翁 两辆车喷飞 还喷到对向车道 撞击瞬间发生巨大声响 附近民众冲出来 看到老翁倒在地上 一动也不动 地上血迹斑斑 只待特地扁 只待特地扁 何安造成无性驾驶伤众不治 乘性驾驶轻伤 老翁疑似头部 遭到猛烈撞击 送医后抢救不治 而另外一名骑士 情商没有大碍 发生死亡车祸 肇事原因警方还要厘清 但老翁从家门出来 不到5分钟 遭到机车撞击赔命 天人永隔 让家属悲痛 难以接受 这张春华评论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 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喔 明明没下雨马路上 穿蓝色上衣男子 穿相同色系雨伞 走进槟榔滩 看似没什么异状 没多久隔壁工厂员工 听到尖叫声 吓得冲去查看 我想说吵架而已啊 可是后来我看到那拿菜刀 冰榔滩老板娘满头是血 遭兰衣男持菜刀挥砍 他惊慌失措 抱头冲到外头求救 救护车紧急抵达将生者送医 警车也到场现场一片狼藉 事发槟榔滩 地上残留血迹 员工赶来把铁门拉下 邻居目睹这一切真的吓坏了 地上全部都是头发 就是应该有抓头发 上午十一点多台中市神钢 大舟路上 金船有男子闯入槟榔滩内 持菜刀挥砍老板娘 造成49岁汪姓女子 头部左耳左肩和手臂 总共缝了37针紧急送医 索性没有生命危险 老板娘私下指出 嫌犯疑似住在附近 但为何无故砍人 警方也全力追捕 警方指出 冰榔滩老板娘和嫌犯并不认识 但为何会持刀砍人 背后原因为何 就得等人抓到了 才能问个清楚 记者杨森王百英台中自放报导